大家好 這個又是洩露言自由談的時間 這次是第五十三輯 現在我們很流行講香港故事 我這次又繼續講講從新界故事講講 談到新界 只不過大家都知道有所謂叫做原居民 有些人又叫做鄉下佬或者鄉下人 鄉下佬是貶詞不太好 有歧視性 大家怎麼知道新界怎麼有叫原居民 原居民這個字是怎樣得回來的 究竟它的內涵是什麼 裡面有什麼玄機 一講到原居民這個詞背 我們一定要看回歷史 從歷史裡面我們了解到何為原居民 此字出於何處 動機如何 按照這個大家知道 為什麼我們對新界的人 有這麼深刻的印象呢 當然如於新界丁屋 因為新界人是有在自己的土地 建一間丁屋七百呎三層 以自己居住或者租出 所以這個問題大家都很關注 但為什麼原居民是怎樣來呢 其實自從新界開始是沒有原居民的 這所謂原居民的福利也都不像英國人 當日港政府所說的 在新界我們看新界怎麼來呢 我們看回歷史 新界之有來就是因為在1898年 英國人用藉口說 因為要確保香港的防衛安全 於是乎跟大清政府租借新界 當時以英國人的勢力 將新界拿起來都可以了 為什麼它這麼好租借 而不是割給它 就是因為當時在鴉片徵 有一個協議 有一個叫最惠國的待遇 在列強裏面 任何一個列強 如果在中國土地某地方 割到一塊土地 同時其他的列強 都有權向大清政府 同時割一塊土地給它 當日英國人就想 那我不是很吃虧 是吧 我拿著數你們助觀其成 還有當時擔心 這個鵝國人幫手這條鐵路去到廣州 也同時擔心法國人 因為法國人在廣州灣附近 已經是有殖民地了 於是他相當99年 和中國政府租借99年 我估計他當人的心態就是 中國已經到了這樣的環境 99年的時間裏面 我一定將你滅了 是吧 那怎知道 這個衰老的帝國 突然間醒覺起來 變成了今天裏面的 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人已經不是可以任人宰割的民族 所以這些也是英國人當時想不到的後果 每有一天 中國真的要收回這塊租借地 我們再將畫面收回到1898年之後 英國人和中國政府簽訂一個叫做 剪托戒指尊條 將新界深圳河以南的一片土地 佔了全香港總體面積九成的土地 包括大嶼山這些島嶼 租借給英國政府 作為軍事的防禦用途 在條約上講得很清楚 在這個99年裏面 所有在拓展界內的居民 不得逼避遷移 產業入官 如果要收地 要重供給價 而這些是奠斂了新界的居民 在拓展界內的居民 享有的權益 而這些權益帶到今天來講 我們簡單稱之為歷史性權益 不是所謂什麼特權 當日住在新界有多少人 根據當日那個洛克報告書所講 他的報告裡面 新界人口1898年的時候 大概的人口多少呢 大約人口10萬左右 但是其中有2萬多日 他就算是在深圳那邊的村落 所以當日的新界人口 我估計大約是8萬 擴展界內的居民 就凡此在這個新界範圍內 中桌範圍內 一切的中國籍的居民 沒有分原居民 非原居民之分 而英文的字句 它不是用Indigenous people 或Indigenous villages 而是用簡單 一個Inhabitance 這個詞語 就是說Inhabitance 就是住在租借地上面的 所有中國籍居民 為什麼又不是印度人 不是其他 因為這個條約 是中國政府和英國政府簽的 這個土地是中國土地 所以這個Inhabitance 應該是 即使是所有這塊土地上面的 生活居住的中國人 大家知道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在新界 除了有住在村落裡面的 住在村裡面的 有四百多條村 也都有本地 有客家等等 也有部分有水上人 這些都是稱為居民 而這些居民 也都享受 根據條約 他們的土地 他們的房產 是受到保護的 如果你政府搬遷 是要除了賠錢 和合你的公平市值 過往來說 我們都是用西亞居民 這個字 去涵蓋 也沒有所謂原居民和非原居民 因為住在這塊土地上 基本上是中國人 何來有分 你是原居 我是非原居 但是這個字 到什麼時候才會出現呢 原居民這個字 從來不出現 包括什麼呢 我們在1972年的 市原居民政策裡面 賦予到居民 可以建居民 可以建居民 都是說原居村 村落的居民 村民 也沒有說原居民這個字 我們又看看1959年 香港法例 第1097章 香港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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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說 這個香港法例 不是所謂的原居民組織 是新界居民 和新界的民意領袖 所以 是涵蓋了 居住在新界的居民 如果大家有興趣 有一個官司也打過 就是原居民問題 當時的法官也是這樣判的 商議局是代表了 新界整體的居民 是沒有分 你是原居民 我不是原居民 政府為什麼會突然間 將這件事搞了原居民 這個東西出來 原來政府當時包藏窩心 因為政府是要發展新界 發展新市鎮 發展新市鎮的時候 就要大量清收土地 如果大量清收土地 按照那個新界條約 任何人等 只是中國籍身邊的居民 他們都受到保障 但是政府計一條縮數 我們就要花很多錢賠償等等計數 於是他就開始在新界人裏面 就摘了一個概念出來 叫做原居民這個新的詞彙 原居民民獻所及的 我記憶所記得的 就是在1976年 當時的新界民政署處長 叫做Barry Wickham 中文叫做屈恆這位官員 他就在1976年 五月開了一個 叫做發展新市鎮的座談會 叫做 Symposium on Social Development in Newtown 就是荃灣的發展新市 他在裏面提出 就是怎樣將市鎮發展到原居民 和非原居民 能夠和諧共處 所以他就將那些人變成原居民 從此之後 香港的大小保障和原居民 所謂Indigenous people 這個概念慢慢隨風潛入夜 潤勿勢無聲 就慢慢深入了香港社會的人的心裏面 這個迷思也都深入了鄉下人本身 根據原居民慢慢我們看到 為何你在這裏出生又有機會 沒有啊沒有啊 如果照這個條約來說 那個inhabitance是沒有分的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很不公道的 在新界 比如在元朗我認識一些朋友 他的先輩在元朗已經定居了百多年了 但是因為他不在圍村裏面住 不是村民 所以他們就排擠了條約所賦予他的 他應有的權益和權利 英國人搞滑的地方就是這裏 伊潮英國人當時制定了一個叫做 叫做原居民的鄉村名冊 所以原居民在1898年已經在新界的 村落的男性後人 這些才被視為原居民 其他的人一概拼開拼出受保障的範圍以外 於是大大縮小 帶來的好處第一 第一 在這個新界居民裏面製造了矛盾 第二 政府在發展過程裏面 除了賤價收地這個好處之外 也都可以利用一些民意 或者製造一些社會的居民之間的互不信任 或者仇恨 對全居民產生一些不可印象 而這些人也都替政府推行這些政策 帶來一定的助力 我們再講 看看一件事就是 新界發展整個過程裏面 政府是通過這些去盤剝 新界人為何會接受原居民的這個詞 當然人自私的 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 但當他看到他自己的利益得到恰當的保護 其他那些不是圍村的那些不關我的事 這件事呢 新界人應該反省 但很不幸 這些這樣的 原居民這個用詞 慢慢慢慢 在7、6年之後 慢慢成為社會的共同的觀念看法 而原居民、新界人呢 也都在這個分途之下 也都迷失了 究竟原居民是怎樣呢 但我們看到 在1980年 基本法制定的時候 裡面有一條 第三章 居民權利義務一章裡面 第四十條 一章裡面 那個也都講得很清楚 四十條就說 西亞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受特區政府保護 而中澳政府也都將錯就錯 將這個原居民這個字 在過往的使用 變成一個官方 在憲法上的專有名字 原居民 但是我覺得呢 這個是否不打不作 或者政府也都是看大數 是否 但是原居民這個定義 已經在憲法上已經定了下來 現在再追憶 大家可能覺得已經是沒有什麼意思 但問題是 歷史事實 應該澄清 所以我們都要明白 所謂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是來自哪裡 為什麼會有今天 只不過是澄清歷史的遺忘 下一輯呢 我們會講新的鄉議局 究竟這個組織 是不是有些人認為 這是一個純原居民的組織呢 究竟對還是不對呢 是吧 究竟鄉議的力量何來呢 它政治光環又如何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 繼續看下一輯 如果大家對我前幾輯有興趣的 包括有關祖堂 我都寫過一些專書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對新界有其他問題 感興趣的 大家都可以提出 這些話題我們可以去討論的 多謝大家收看 和希望大家點讚 多謝大家